普普11月9日训格策这个夏天加盟和甲敬旅爱因霍温 格策的俱乐部队友马克思入选了最新一期的德国国家队 德国主帅勒夫表示格策也有机会 并没有失去对格策的关注 勒夫我在过去几个月一直和格策保持联系 他告诉我最新的情况 我觉得他加盟爱因霍温是正确的决定 也就是说在德甲之外重新开始 双引号在德国他一直都是焦点 他在2014年世界杯上攻入了绝杀球 这也成为他的负担 因此我很高兴看到他现在在爱因霍温有这么好的开始 他现在很有活力 可以看到他享受足球 双引号谈到格策重回国家队的可能时 勒夫表示我们没有失去对他的关注 这是很清楚的 双引号 采访中勒夫还被问到谁会是下一位德国队主教练 勒夫回答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为什么不能是一个外国人呢 如果他的理念和德国队合适的话 双引号